那這些瓶子裡面呢都有不同的果汁 那因為它是寫義大利文說有貴 太 寬佛 那它是可以測試的下去是 它那個好像一個水龍頭 花在裡面 這樣打開呢你就可以直接這樣喝東西 好可愛喔 你看這些 檸檬汁 很可愛很可愛喔 然後下面那些螢光的顏色很漂亮 所以他們在這邊他們的瓶子也是畫很多心思去設計的 很有藝術 逛完了威尼斯色彩繽紛的果汁店 Coco還為寫真集造型到一家面具店參觀 店裡出了琳琅滿目的面具 還有一樣最引人注目的東西 那就是伍迪艾倫的親筆簽名 新京瑞士盧森火車站時 他還看到一樣新奇方便的玩意兒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背後呢 是一個很大的冰箱 這個冰箱呢 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它全部都是投錢的 你投錢了這樣子 然後你寫上 就是按上那個號碼 它就會出來你想要的那個東西 譬如說 我要這個巧克力 下面611 就是它號碼 用它有那個件 然後呢它就是兩塊四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法 哈囉各位TVBS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Coco李文 今天來到這裡呢 就是我的寫真集的手賣簽名會 所以呢 看到非常多的歌迷覺得非常的興奮 興奮不是興奮 sorry 那希望我在這個過年之前呢 看到我的歌迷呢 心情也希望大家也非常的快樂啦 Coco李文穿的一身火紅 喜氣洋洋為寫真集辦手賣簽名會 最近台灣雖然冷 比起拍寫真的義大利還是差了點 最近在台灣呢 天氣非常非常的寒冷 但是因為我在義大利拍寫真集的時候 那一邊的溫度就是 三度四度或者零下三度 所以在台灣呢 那麼冷的天氣 也覺得沒什麼啦 沒什麼啦 那但是今天還是穿很多衣服 裡面穿了兩件衛生衣 所以感覺很衛生 然後呢 一件厚厚的毛衣 然後再加一件厚厚的長外套 兩雙襪子 一條褲子啦 然後呢一個厚厚的圍巾 那感覺就比較溫暖一點 因為我還是非常怕冷 寫真集裡的Coco造型變化多端 還有很奇怪的化妝 那在這個寫真集裡面呢 其中一個照片 一個造型 就是這個LACE的眉毛 那這個想法是來自我自己 因為我覺得 在臉上有很多新的嘗試可以去試試看 我是那種怪人 我常常會想到一些古靈精怪的 可能在這裡黏一個東西 或者那邊加一個東西 那所以呢 在這個寫真集裡面 就好好去發揮自己的一些想法 今年農曆年 Coco會過得很不一樣 她要飛回美國作秀 其實每一年都蠻 蠻平淡的 那這一年呢 就比較好玩一點 在這次挑戰